創下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美国方面白宫鹰派有两种 跟中国打金融战的谋略 那其中一个是上一段讲到的下架中国在美国挂牌的入器 所以这个使得上个礼拜五中概股在美国全面重挫 那另外一批比较凶的卢比欧他们还提一种法案 就是类似美国的退休基金或者类似加州退休基金 这一类的基金大型的公务人员退休基金 以后不准买中国大陆股票或者国企股票免得助纣为虐 好了美国的鹰派事实上是试图发动一场金融战争 然后中国内部也面对内外交战 再过几个小时就是中国见证70周年 这是一个大寿 而这样一个大寿里面通常国务院都会出来一个 所谓中国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往往在中国的共产党的传统里面 会是过去有多少伟大的成就 未来会有多少光明的未来 可是他们出来之后 全世界看了这一篇国务院的70周年的白皮书 都觉得感受到一股淡淡的哀愁 可见在整个美国的压力之下 连中国内部都不敢在张罗小国故作喧哗了 为什么 第一个他讲的是他们感受到极大压力 所以在这70周年的时候 还要特别警告一件事情 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不会解体和分裂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国庆的时候你要告诉你说 我们共产党一定要领导下去 不要挑战我共产党 第二个就是讲给川普 讲给全世界听的 说中国尊重世界各国有不同的体制 所以中国也走自己的路 所以中国绝对不会去要求各国符合中国的模式 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逼我 你们不要逼我说我的中国要配合你们世界上要求的体制 然后第三条是在好像继续的鼓舞士气说 他们一定可以面对这个贸易战争 一定有信心面对挑战 从这里面打出一条血路来 可是整个这个70周年的一个大气里面 好像是一个宣战书 好像是充满了压力 让大家觉得说中国是不是真的问题很大了 而这真的问题很大是 他们有个经济部门里面的第三季的和皮书 一出来之后就知道他的压力有多大 不只是美国的金融战要直接对他开战了 第一个制造业 房地产服务业 三个产业 全部都全倒 然后最严重的就是制造业 不管是收入利润 数量还有售价 全部都下跌两成以上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有很多工人在这个情况之下 会被下岗 会失业 而这样东西对习近平的政权 对共产党的政权都有极大影响 那失业之后怎么办呢 通常转到了服务业转到了房地产 但是服务业和房地产收入和数量也是大华 所以他们就在里面讲了 如果这个时候制造业出了问题 很多被裁员的工人下岗之后 没有地方吸收 因为过去还可以转到服务业 但是现在服务业也很惨 所以你才会发现说 就是中国内部的内报快要发生了 所以他们的70周年的国务院白皮书 写了这么哀怨 问一下创下 在日本人眼里解放军比北韩金小胖还要恐怖 非常的恐怖 而且把它越来越地位性和威胁性越拉越高 日本每一年防卫厅都会公布白皮书 把他们整个国际的形势 战略安归财的形势摆一遍 但这一次他们是今年 过去的时候都是金小胖 金小胖的飞弹乱飞 而且射不太准 那是更恐怖的 但是后面每条今年 金小胖已经超越了 已经被放到后面去了 中国被列为是整个日本的那一章里面 军事互动在周边里面 最具有活跃性的 第一个是美国 美国本来就跟他在一起 第二个就是中国 所以中国已经变成最大一个威胁 把他摆在第二位 这是有史以来的 2015年的时候 他开始把中国放进去 那时候只是放在西兰有势 就是宫古岛钓鱼台 但是到了今年 已经是中国是对日本全面的威胁 所以你会看到说 他不管买F-35各种东西都是针对中国 而针对中国之后他后面还加了一个 准要加强的准军事盟国关系 因为准军事 日本现在修宪还没完成 所以他们不能把军事输出 所以就要去准同盟 准同盟第一名澳洲 第二名印度 第三名东南亚各国 完完全全就是跟美国的印太战略忽略 而日本会愿意配合川普 在整个印太战略 在整个南海那边 跟澳洲跟印度跟整个东南亚合作 所以代表着你中国是我最大威胁 而我呢也会散尽美国开门口的责任 而且不是只看这个东北亚 连东南亚都是日本将来要扩张的责任 所以会看到说他的军费呢 从2020年开始不断的在编列 不断的在增加 已经在七年来增加了百分十分之一 代表着美国的军火可以尽量卖到日本去 而日本呢也会尽量的协助 其他的国家共同来围堵中国 而且